两款四驱皮卡房车对比 你更喜欢哪一款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由巡星达到的一款巡星585房车 这款车是一款基于50零拓皮卡达到的房车 长是5米85宽是2米12高是3米02 满足国内C本蓝牌的驾驶 动力上使用的是一款2.5T的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一部6AT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最大功率95千瓦 还配备了一套分时四驱系统 这款车的油箱是柴油油箱76升 再往后呢是一个220度的试电接口 黑水箱清道合 这款车的净水箱是容积140升 车尾部呢还有这个倒车摄像头 原厂的美式的方口 车身顶部是一部手动张棚 车门的设计 采用的是一个分体式的设计 这款车是一双排设计 行车的过程当中这个后车箱是不可以乘坐的 驾驶室顶部呢就是车内的这张大床长度能接近两米 床板还可以掀起来 前后可以拿取一些物品 车顶呢有一台克莱尔的顶制空调 厨房的操作台 这里有一个小米的电陶鲁 洗菜盆 储物抽屉 可以放一些碗筷餐具之类的 下方呢是一个赛特福德房车专业冰箱 卫生间下方是一个赛特福德的合适马桶 这个洗手盆的尺寸也是比较大的 这款房车选装了500安时的锂电 3000瓦泥变气 车顶还是350瓦的太阳能板 在采转方面呢 这款房车提供了一个爱贝赫的柴油加热系统 以及一个特鲁马的14升热水器 售价是368,800 今天我发现一款啊 原厂初产的DMAX底盘的房车 外观看起来非常的硬核啊 这里呢带有一个这个竞技杠啊 而且呢前方这里有脚盘 然后这还有射灯 地震啊 直接装到这个位置 这里呢还有这个拖车口啊 在这个轮胎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轮煤啊 这是一个呢越野胎啊 配有啊防拖圈的这个轮毂啊 这款房车长宽高呢 分别啊是5800×2110×2860 它是一款呢可以升顶的房车啊 车顶上啊 其实是带有500瓦太阳能板的 带有180升的净水箱 那么这里呢就是220伏的试电接口了 这款车呢配有啊 3000瓦逆变气 以及呢400安时的锂电池 这里有一个全尺寸的备胎啊 上方这里呢就是一个燃气的热水器啊 后方这里呢还配有啊 这个储物柜 这款车距呢是3095啊 接近角和离去角呢都已经加大了 车辆呢左侧啊 上方带有遮阳棚啊 驾驶门打开的同时呢 它下方会有一个电动的踏步自己伸出来啊 动力系统啊 搭载的是3.0T的柴油涡轮塞压发动机 匹配呢是6AT的次动挡的变速箱 同时呢带有啊分时四驱 后桥的插速锁 门锁啊它是采用一个密码锁的啊 通过这个按钮呢 我们就可以把车顶升起来啊 整个车辆内部的高度呢是2米1啊 这里呢是一张顶至床铺 尺寸呢宽度达到了1米45 长度呢最长处啊 基本上有1米9啊 下方这个位置呢 行车过程中呢 可以呢坐两个人啊 这个桌板呢和这个床铺之间是可以变床的 一张1米24乘1米9的床铺啊 厨房的位置呢配有呢微波炉 下方这里啊有一个双心燃气灶和洗手盆啊 除此之外呢下方这里呢都是这个储物的空间啊 这边呢还带有一个90升的赛特福德冰箱 还有一个比较小尺寸的电视啊 卫生间呢是一个便携式马桶 同时呢带有淋浴喷头啊 梳妆镜等等 顶部啊这里还有一台呢多美达的空调啊 这款车呢是19年买的 其实呢到现在也已经这个跑了三四万公里左右了啊 当时买的时候呢价格大概在40到50万左右吧 如果说现在卖出去的话呢在38万元左右